这应该是有横压力最大的一局比赛 也是有横唯一一把动用月光之力的一局 要知道有横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就不断地突破限制 没想到这把对决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无奈有横只好被迫召唤自己的月光之力 早在选人阶段 弹幕就对有横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于是为了给自己证明有横当即 就放出狠话叫队友先送20个 进入游戏队友就开始给有横上强度 但有横却丝毫不慌 则认为自己的头发还能挺住 此时对面看着我方的迷惑行为 也是有些疑惑 对此有横立马开始配合演习 接着刷完野区有横便来到中路抓人 发现真机立马上前消耗并逼出闪现 然后等刘邦过来在月塔收下真机人头顺利开张 帮中路打开优势有横再来到下路 亚连健壮立马上前开团留人 奈何有横状态不佳还是心有余境 但为了给队友报仇 有横还是决定奋力一搏 就在自己即将命悬一线时 刘邦及时传达支援 本以为在刘邦的加持下 有横可以安全撤退 没想到他没有设置捕刀剑被苏裂震死 等有横复活后便想找回上波的失误 其料有横却不慌不忙表示 说完有横就准备前往南区刷影 没想到却遇到了凡也的点位 有横二话不说果断出击 在一番丝滑操作后虽然带走了点位 但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可尽管如此这依旧阻挡不了有横的决心 势必要狠狠带飞队友打脸黑死 于是在刘邦的加持下有横继续乘胜追击 面对三人丝毫不慌果断与其硬刚 输出拉满连招丝滑让对面根本无能为力 然而就在有横带走两人后本想继续收割 没想到却出现了失误被赶来的真机控住 最终有横也被狠狠击杀在防御塔下 而有横眼看大势不妙之好召唤自己的月光之力 并掏出变身器关掉灯光开始祈求 月光是有我力量 不行了再不开启不行了 月光之力现身吧 有了月光之力的加持也让有横自信了起来 即便在队友全部阵亡的情况下 有横也能凭借手法秀的对面头昏眼花 奈何对面太弱有横不得不放弃操作 让月光战略我的树杂 屠宅敞压之处 列车降临之时 不过很快有横就开始重整旗鼓 发现关羽独自一人果断出击 即便关羽跑到塔下都在阶南逃 带走关羽有横在顺势拿下暴军 看着局势逐渐顺风也让有横戴上嚣张面具 而这波有横也是叔叔拉满 在队友的配合下更是差点豪取五杀 好在连坡撤退及时才逃过一减 然而这还没完 警戒友横继续发力 即便强如疯狗的点位在他面前都只能被牵着袖 经过两波完美操作也让有横越战越远 不仅无视防御塔自己冲到泉水秀了操作 此时有横还想继续操作关羽 结果关羽却不给机会直接一个野驴突顶将有横终结 等有横复活后继续带着队友卷土重来 在一番极限输出后更是挽起了破产流打法 最终在有横的带领下对面直接被接连打掉比赛 而队友也趁着优势一波平推结束了比赛 A回来一起呢A回来就耶 如何呢 破产流 神的击败我